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Vinder 因为最近FB一直推送我某款游戏的广告 秘境传说 神木遗迹 决定来快速简短介绍 直接帮各位试读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游戏都要花钱做跟内容无关的广告 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做广告 但常常真的反差太大 总觉得玩家的水平一直在提升 但很多游戏常商却一直在走落后的宣传手法 一开始查了一下这款游戏 台湾是由魔方数位代理 但却没有提供开发商 聪明的朋友都知道 这里没写清楚内容就一定有鬼 原来该游戏在中国的名称叫做狩猎使命 开发商是中国的4399 就是一间以海量换皮 款款都是主打的公司 那我这边测试的是中国版 毕竟台版还在预约恋财中 开场选角方式就是常规的近战远程 跟简易的造型选择 玩法就是放置玩家型MMO 几乎不需要玩家操作的游戏 连按都不用按 就会自己完成所有的任务跟打击 单看3D模型的话 其实还是不错的 如果打磨一下 何尝不是一款佳作 而介绍中有提到 能转换游戏方向的功能 但我是没有找到 大概率是唬烂的 可惜游戏内容真的太无聊 也不用考虑剧情了 加上根本没操作的体验 除了浪费电以外 我不知道玩家能享受到什么 不如找个实况主看他玩 他至少还会跟你互动 结论 完全不建议各位浪费时间下载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我去订阅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